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不要有一个舍 那个舍就是我让你 你选 你要去哪 你选 我呢 我让 这是第二次的一个放下 又是一个抉择 他可不可以坚持说 我是叔叔 我先选 没有 在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 他愿意放 愿意舍 第三次 他要做一个抉择 要不要让以实马力 这个他自己不是从应许而来的 从他的生命里面出去 而第四次 我想大部分的人生命都知道 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就是神对他说 把以撒献给我 那是他最宝贝的 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上里面说 他说 在这世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其实对亚伯拉罕而言 那这个伊丽莎宝贝的嘛 一百岁才有的一个孩子 那是多么的宝贝 这个孩子是神应许给他的 是多么的宝贝 神却说 你把那个你所最宝贝的给我 这恐怕是 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一张 期末考诀 在几次重要的考试里面 这是最关键的一次 其实每一次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面对的 神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给我们一张考鉴 看我们怎么打 每一次的打 都是一个选择题 这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是 有一些可能是 我想要的 有一些东西是 我知道我应该要的 但是我怎么样在 我想要的 跟我应该要的当中 做出抉择呢 我想我们的每一个人的 生命当中 都曾经或者 此刻你也正在面对 这样的抉择 有一些我想要的 我想跟这个人结婚 有一些是我心中的 一些知道 其实我不应该 做这样的选择 我想要的 我应该要的 我想要换工作 但是里面好像 有一个感觉说 要你留在这个工作上面 我想要 我想要这个 但是好像那个 才是对的 你也正在面对 这样的抉择吗 恐怕那是上帝 在你生命当中 给你的一张考卷 我的人生碰过 很多这样的考卷 你的人生一定也碰过 许许多多这样的考卷 但是接下来 就是一个抉择 但愿靠着上帝 给你的爱和恩典 做一个对的决定 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